而在北美洲跟亚洲巡回演出上百场的魔术师奥斯兰呢 则是来到了中天中午的摄影棚 要独家带给大家一段电视魔术秀 下个月的1月11日呢 这个奥斯兰也会在男家居民的赌场度假村 来展开盛大的魔术表演 那位考坡飞过去是全球家喻户晓的魔术师 尤其是在2000年中的越狱大逃亡表演 给全球带来几大的震撼 这场经典的魔术秀 当时激动了还是小男孩的奥斯兰 他风趣地说也就是这样让他从此掉落 魔术的爱河里无法自拔 我当时在电视魔术电视运动的魔术电视运动 我当时六、七岁的年轻 我一直以为他在电视运动的魔术电视运动 像他在电视运动的魔术电视运动 在世界上的魔术电视运动 在世界上的魔术电视运动 而小男孩长大后退变成美艳的魔术师 如今奥斯兰已经横跨北美亚洲 巡回表演上百场的魔术秀 更在赌城界享有高人气 奥斯兰难得接受电视的专访 并且破天荒在摄影棚内 实际为观众带来魔术表演 表演中奥斯兰先把一张小小的纸张撕得粉碎 并要求记者点起火柴烧了它 如果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另外一项表演用两条橡皮筋交叠后 怕观众没有看仔细 还请记者的手拉开给观众暂时一次 给你把手指放在这里 你会做同样的 然后我们会放在那里 现在你能看到它仍然固定 对吗 现在看 你会把手指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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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爱于摄影棚内的表演有限 奥斯兰说在赌城的表演 他会以更大型的演出 带给观众极高的娱乐效果 而谈到对于未来 他也感性地说 希望能有不一样的挑战给自己 阿尔斯兰表演融合了魔术舞蹈音乐和观众的互动 并且以说故事的方式展开表演 因为他希望透过生活的叙述 呈现给观众在魔术秀当中的幻想和真实的感动 1月11号 奥斯兰也将在Renture Merange 赌场度假村展开舞蹈和奇幻的魔术秀 中文电视采访报道